《金刚经》有很多解释本 你都可以看一看 不过一开始先读经文 熟一点去思考里面的意思 如果一下就看注解 有时候就懒得思考 所以这一关很重要 文师修 现在人都懒得思考 所以你看什么东西 你都要思考 就算看注解 你也要思考 《金刚经》就是讲空性的 但是你要找空性 不能离开现实的有去找空性 所以要这样去看待一切